这些小伙伙还了十一点四万 大概需要多少钱 一百五十万 表表 妈妈一定会努力的 安静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舅舅啊 我跟你说过的 是你自己不放在心上 你说过了 安静 你舅舅是干吗的 我也不清楚 听说年轻的时候 犯过很严重的事 伤透了我外婆的心 我外婆就不让我们跟她来往了 我觉得你外婆发话了 那咱们也跟她保持距离 你猜 我们要回来多少 不知道 十一万六 这么多 这些啊 只是一些散户 那两个大头 明天约 爱卿 天心和腰腰的钱我自己去要 就这两天我肯定要回来 嗯 那行吧 那 能要回来多少 五万 王传宗 我是看过你手机聊天记录的 那两个人一人五万 说不过去吧 一口价二十万 一人十万 一分不能少 爱卿啊 二十万太多了 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 我随时有空 爱卿我去 好 那你就是同意了 对了 明天请爱您吃饭的事 你别忘了 爱卿 你干嘛去啊 找工作 找工作 事产一家专业本科毕业 以前做过销售经理 是 我有三亿的销售经验的 结婚了 结了 有孩子吗 有 有打算要二胎吗 暂时不打算 那就是以后有打算 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 近几年都不打算有孩子 所以我还 今天是这样吧 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我 下一个 你爱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爱人 他对你这么大年龄 还出来工作 不准备二胎这件事 怎么看呢 我这么大年龄 为什么一定要生二胎呢 站在我们的立场 自然是不希望你们生 可我们也不能阻止啊 是吧 我爱人 近几年也不打算有孩子 你做了 六年的家庭主妇 是 那你的工作记忆力和工作能力 也基本上是零了吧 如果您对我工作能力有质疑 我可以从实习生开始做 我之前工作能力还可以 三年晋升经理 那都是你做家庭主妇之前的事了吧 刚刚你前面面试的那些小姑娘 都看到了吧 平均年龄二十三到二十五岁 年轻 而你呢 三十岁孩儿妈 还随时可能要二胎 你觉得我们应该选谁 可是我没有打算要二胎 我 我们销售部压力很大 经常需要加班 而你有了孩子 重心肯定就不在工作上了 回去等通知吧 下一位 不好意思 几位领导 我有话想说 我来面试之前 对咱们销售部做了一些了解 十二个月的销售冠军 有七个月是大铃女性 数据摆在眼前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对大铃女性有偏见 我们对大铃女性没有偏见 可是你们的原先已经说明了一切 是 有些女性进公司没几天就怀孕 甚至有些生完孩子转头就辞职 可是这样的女性并不是全部 难道一百个男性员工里 就有一百个全心全意 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的吗 难道就因为部分女性的行为 就一杆子打死所有女性吗 甚至把一些没有责任心 反应持字 工作不认真的标签 打在我们身上 这样真的不公平 我承认 我们不再年轻 我们是有家庭 有孩子 但这不是罪 反而正是因为这些 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工作 这个社会本身对我们就有偏见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一点 这个社会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淘汰 可事实就是如此 就像你 如果怀了二胎 我们也不能阻止你生 所以 我们就只能 在最开始 就杜绝这种可能存在的风险 对不起 我没说完 对于未婚未孕的大龄女性 你们觉得她可能生孩子结婚 不予入用 对于已婚未孕的大龄女性 你们也觉得她生孩子不予入用 对于已婚已孕的大龄女性 你们觉得她可能生二胎不予入用 难道就因为未发生的事 就剥夺了她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吗 这样真的不公平 男人被歧视 是因为她不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而女人被歧视 仅仅因为她是女人吗 你这是强词夺理 我接受反驳 但如果你们反驳不了 就请各位领导再给我一次机会 对不起 我们觉得你不合适 我觉得你合适 余总监 你好 我是销售部总监余老 你好 你刚刚说的话我听见了 我们销售部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能说会到的人才 你被销售部录取了 使用期一个月 谢谢 余总监 好 教练 来 叫我余总监 公司不让借死活 别拆成了 二十万 她怎么不去抢啊 天心 你这钱就当借我的 而且你想 我就是为了她爸妈那赔偿金 你算 用二十万 换四百九十万值不值 这拿不拿得到还不一定呢 就算拿到了 不还得分她妹一半吗 分不分的也不一定呢 什么意思呀 还用要给妙妙换学区房 我只要让爱卿 把她妹妹那二百四十五万借过来买房 这钱不就是我们的吗 借的不也得还吗 我自有办法不用还 什么办法呀 你信不过我呀 我信你 龙哥 我特别想帮你 可我真拿不出这二十万 你这平均每周也能挣个两三万 你怎么可能没钱 我每个月还给你八千呢 可是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爸妈身体不好 我弟弟现在又要结婚又要买房的 都得靠我 你们家可真是个无地度 可是我们家那边的习俗就是这样 姐姐得帮衬弟弟 我能怎么办呀 好了 我自己想办法 别哭了啊 那那二十万怎么办呀 要不这样 这几天直播我都给你灌点流量 给你顶到直播榜前十 赚点打赏 然后这钱 算我管你借的 等搞定爱情我再还你 那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之前给夭夭充了多少流量 你要双倍给我 而且你要答应我 再也不准跟她有任何联系了 好 我答应你 还说小媳妇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给我说 放开